敘利亞人權活動人士說敘利亞軍隊以猛烈炮火繼續襲擊防務司 一天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說 案例會未能向敘利亞採取行動令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政府更有恥無恐 皮萊星期一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說 阿薩德軍隊欺凌行徑的嚴重性已經顯示 敘利亞自從去年3月以來犯下危害人類罪並且持續犯罪 自從政府軍開始炮轟霍姆斯由反政府控制的部分地區以來 據報導城內已經有幾百人上升 敘利亞駐聯合國代表假法理否認皮萊的指控 他重申敘利亞有保護國民和對抗恐怖主義的權利 他還指責聯合國成員國支持基地恐怖組織 並且去敘利亞輸送恐怖分子 敘利亞官員指責武裝分子向總統阿薩德發動叛亂 媛佳運動 urs星球特別HHS 資訊欺凌行復